陳姿拉呀陳姿拉,你的女兒今年成績這麼好? 申請了公聯社區中心會員子女獎學金沒有? 我的女兒都沒有申請 公聯各間社區中心會員子女獎學金 7月29日晚上9點就要節日了,快點申請吧! 公聯各間社區中心會員子女獎學金獎勵標準和金額餘下 只要達到成績標準就可以申請 達標的朋友,快點準備以下文件 首先,騙託申請標格 準備2023至2024學生本年度成績標的正副本 有效的會員證 另外,公聯快指機及社區綜合服務中心 要交上子女身份證副本 申請的方式可以對應各間社區中心進行線上或線下報名 詳情可以向各間中心了解 要注意的是,會員市可以選擇在其中一個公會 或者機構為子女申請獎學金 大家記得把握時間申請吧! 陳姿拉呀陳姿拉,你女兒今年成績這麼好 申請了公聯社區中心會員子女獎學金沒有? 我女兒都未申請 公聯各間社區中心會員子女獎學金 7月29日晚上9點就要截止了,快點申請吧! 公聯各間社區中心會員子女獎學金獎勵標準和金額餘下 只要達到成績標準就可以申請 達標的朋友,快點準備以下文件 首先,騙託申請標格 準備2023至2024學生本年度成績標的證負本 有效的會員證 另外,公聯快指機及社區綜合服務中心 要交上子女身份證負本 申請的方式可以對應各間社區中心進行線上或線下報名 詳情可以向各間中心了解 要注意的是,會員市可以選擇在其中一個公會 民地機構為子女申請獎學金 大家記得把握時間申請啦!